六组大师法宝谈经,曹西原本,道德网站提供,东方阳西恭送。 大师高仲曰,善知识,菩提自性,本来清静,但用此心,直了成佛,善知识,且听慧能行有德法是义。 慧能严妇,本贯泛阳,左将流于岭南,做新州百姓,出身不幸,妇幼早亡,老母孤怡,住居南路,艰辛贫乏,于是卖柴,时有一刻买柴,使令送之客店,客收去,慧能得钱,却出门外,见一刻送经,慧能一文经语,心计开悟,遂问,客送何经,客曰,金刚经。 父问,从何所来持此经典,客云,我从新州黄梅县东禅寺来,其次是乌足忍大师在笔主化,门人一千有余,我到四中礼拜听授此经,大师常劝僧俗,但持金刚经,既自见性,直了成佛。 慧能文说,素稀有缘,乃蒙一刻,取银十两,与慧能,另充老母一粮,教遍往黄梅参礼无祖。 慧能安置母币,即便此为,不经三十一日,便至黄梅,礼拜无祖,祖问曰,辱何方人,欲求何物? 慧能对曰,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,远来礼师,唯求作佛,不求余物。 祖言,辱是岭南人,又是阁老,若唯堪作佛。 慧能曰,人虽有南北,佛性本无南北,阁老身与和尚不同,佛性有何差别? 无祖更欲于语,且见徒众总在左右,乃令随众作物。 慧能曰,慧能启和尚,弟子自心,长生智慧,不离自性,既是福田,为审和尚叫做和物。 祖云,这阁老根性大吏,辱更勿言,浊草场去。 慧能退至后院,有一行者,拆慧能破柴踏队。 八月余日,祖一日呼见慧能曰,无私辱之见可用,恐有恶人汗辱,遂不于辱言,辱之之否。 慧能曰,弟子一知诗意,不敢行至唐前,令人不觉。 祖一日,患诸门人,总来无相辱说,诗人生死诗大。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,不求出离生死苦海,自性若迷,福和可救。 如等各去自堪智慧,取自本心般若知性,各作一计来成无看,若勿大义,妇辱依法,为第六代祖。 火急速去,不得迟滞,思量即不忠用,见性之人,言下虚见,若如此者,抡刀上阵,亦得见之。 众得处分,退而地相未约,我等众人,不须诚心用意作计,将成和尚,有何所义。 神秀上座,现为教授师,必是他德,我备慢作祭送,汪用心力,诸人闻语,总皆悉心,闲言,我等以后,依止秀师,何凡作计。 神秀思维,诸人不成计者,为我与他为教授师,我须作计,将成和尚,若不成计,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。 我成计义,求法计善,密祖计恶,雀同繁星,夺其圣位惜别。若不成计,终不得法,大难大难。 五祖堂前,有布郎三间,你请供奉卢针,画棱家变相,及五祖血脉图,流传供养。 神秀作计成矣,速度欲成,行至堂前,心中恍惚,变身汗流,你成不得。 前后经四日,一十三度,成计不得,秀乃思维,不如向郎下疏着,从他和尚看见。 忽若道好,既出礼拜,云是秀作,若道不堪,汪向山中数年,寿人礼拜,更修何道? 事业三更,不使人知,自职灯书记于南郎必肩,诚心所见,既曰,身世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,时时勤俗事,务时惹尘埃。 秀书记了,便却归房,人总不知,秀赴思维,无祖明日见记欢喜,既我于法有缘,若言不堪,自是我迷。 宿业障重,不合得法,圣意难测。 房中思想,坐卧不安,直至五更,族与之神秀入门未得,不见自性,天明,祖焕炉供奉来,向南郎必肩绘画图像,忽见奇迹,抱言供奉,却不用话,老而远来。 京云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但留此祭,与人颂迟,依此祭修,免多恶道,依此祭修,有大利益,令门人竹香礼静,尽诵此祭,既得见性,门人颂祭,皆欢善哉,祖僧更换修入堂。 问曰,既是辱作否,秀言,时时秀作,不敢望求祖卫,望和尚慈悲,看弟子有少智慧否? 祖曰,辱作此祭,未见本性,直到门外,未入门内,如此见解密无上菩提,了不可得,无上菩提,须得言下识自本心,见自本性,不生不灭。 于一切时钟,念念自见,万法无至,一真一切真,万静自如如,如如之心,既是真实,若如是见,既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 如且去,一两日思维,更作一计,将来无看,如即若入德门,妇如依法,神秀作礼而出,又经数日,作计不成,心中恍惚,神思不安,犹如梦中,行作不乐, 复两日,有一童子于对凡过,唱颂其祭,会能一文,便知此祭未见本性,随未蒙教授,早时大义,遂问童子曰,宋者何祭,童子曰,而这阁老不知,大师言,诗人生死失大, 义得传父依法,令门人作祭来看,若勿大义,祭父依法,为第六祖,神秀上座,于南郎壁上,书无相祭,大师令人接送,依此祭修,免斗恶道,依此祭修,有大利益, 惠能曰,上人,我此踏队八个余月,未曾行道堂前,望上人引之祭前礼拜,童子引之祭前礼拜,惠能曰,惠能不识字,请上人未读,时有将周别价, 兴章明日用,便高生读,惠能闻以,遂言,亦有一计,望别价未书,别价言,如意作祭,其事稀有,惠能像别价言,欲学无上菩提,不可轻于初学,下下人有上上志,上上人有没意志, 别价言,辱旦宋记,无畏辱书,辱若得法,心虚度无,勿忘此言,惠能既曰,菩提本无数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, 殊此既以,图众总经,无不皆亚,各相未言,其灾,不得以冒取人,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, 祖见众人精怪,恐人损害,遂将携擦了计约,亦未见性,众以为然,次日祖遣之对防,见能夭时充米, 宇曰,求道之人当如是乎,乃问曰,米首也未,惠能曰,米首久矣,油嵌筛在, 祖与仗击对三下而去,惠能忌惠祖义,三谷入使,祖以袈杀遮围,不令人见, 未说金刚经,致英雾所助而生其心,惠能言下大悟,一切万法不离自性, 遂其祖言,何其自性本自清静,何其自静本不生灭,何其自性本自具足, 何其自性本无动摇,何其自性能生万法, 祖之物本性,为惠能曰,不识本心,学法无益,若识自本心, 见自本性,记名丈夫,天人师,佛,分更受法,人尽不知, 便传遁教及一波,云辱为第六代祖,擅自赴念,广度有情, 留步将来,无令断绝,听无计约,有情来下种, 因帝果还生,无情亦无种,无性亦无生, 祖父曰,西达摩大师,初来则土,人为之信, 故传此一,以为信体,代代相成,法则以心传心, 皆令自无自解,自古佛佛为传本体,诗诗密附本心, 依为争端,只辱误传,若传此一,命如玄思, 辱须夙续,孔仁骇辱,会能起约,向神处去, 祖云,逢怀则止,欲慧则藏,三纲领德一波, 无祖送至九江义,祖会上传,会能随即拔鲁, 祖云,何事无度辱,会能云,迷时失度,误了自度, 度明随意,用处不同,会能生在边方,语音不正, 蒙诗传法,今以得悟,只合自行自度, 祖云,如是如是,以后佛法,有辱大行矣, 如今好去,努力向南,不宜诉说,佛法难起, 会能此为足矣,发足难行,两月中间至大于岭, 逐后数百人来,欲夺一波, 一僧俗姓臣,明慧明,先是四品将军, 性行粗糟,急欲参寻,为众人先,趁集会能, 会能至下一波于时上曰,此一表信可力争也, 能引草莽中,会明至,提多不动,乃换云, 行者行者,我为法来,不为依来,会能岁出,坐盘时上, 会明坐里云,望行者为我说法, 会能云,如即为法而来,可屏息诸元,勿生一念, 无为辱说,明良久,会能曰, 不思善,不思恶,正与幽时, 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,会明言下大悟, 傅问云,上来密语密意外,还更有密意否, 会能云,于辱说者,既非密也, 辱若返照,密在辱边, 明曰,会明随在黄眉,时未醒自己面目, 金蒙指示,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 今行者及惠明师也,会能曰, 辱若如是,无与辱同时黄眉, 擅自护持,明又问, 惠明今后下神处去,会能曰, 逢原则止,欲明则居,明里词, 会能后至曹西,又被恶人寻逐, 乃于四会,避难猎人对中, 凡经一世五载,时与猎人随一说法, 猎人常令守网,每见生命尽放之, 每至饭时,以菜寄煮肉锅, 或问则对约,但吃肉边菜, 一日思维,时当弘法,不可中顿, 遂出至广州法姓四, 指印宗法师蒋涅槃经, 一二僧论风翻译, 一约风动,一约翻动,一轮不已, 惠能禁约,不是风动,不是翻动, 忍者心动,一众亥然, 印宗言至上习,争结傲义, 见惠能言简礼当,不由文字, 宗云,行者定非常人, 久闻黄梅依法难来, 漠视行者否,惠能曰,不敢, 宗于事作礼, 告请传来一波,出事大众, 宗妇问曰,黄梅副主如何止寿, 惠能曰,止寿即无, 唯论见性,不论禅定解脱, 宗曰,何不论禅定解脱, 惠曰,唯是二法,不是佛法, 佛法是不二之法, 宗又问,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, 惠能曰,法师讲涅槃经, 明佛性,是佛法不二之法, 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, 翻四重禁,作物泥醉, 及遗产体等, 当断善根佛性否, 佛言,善根有二, 一者常,二者无常, 佛性非常非无常, 事故不断,名为不二, 一者善,二者不善, 佛性非善非不善, 是名不二, 运之与戒,凡夫见二, 智者了达,其性无二, 无二之性,既是佛性, 印宗文说, 欢喜何掌, 言摩甲讲经, 犹如瓦利, 仁者论意犹如真金, 于是为慧能替法, 愿世为师, 慧能遂于菩提树下, 开东山法门, 慧能于东山得法, 辛苦受尽, 宁似玄思, 今日得与始经官僚, 僧尼道俗同此一会, 莫非累结之缘, 一时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众善根, 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, 教士先生所传, 不是慧能自治, 愿闻先生教者, 各令静心闻了, 各自除疑, 如先代圣人无别, 依众闻法, 欢喜作礼而退。 般若品第二, 次日为始君请义, 师生做高大众曰, 总静心念摩和般若波罗密多, 复云, 善知识, 菩提般若之志, 世人本自有之, 只缘心迷, 不能自悟, 虚假大善知识, 世道奸性, 当知, 愚人治人, 佛性本无差别, 只缘迷雾不同, 所以有余有至, 无今未说摩和般若波罗密法, 实如等各得智慧, 至心必听, 无畏辱说, 善知识, 世人终日口念般若, 不识自性般若, 犹如说时不保, 口诞说空, 万劫不得奸性, 终无有益, 善知识, 摩和般若波罗密, 是泛语, 此言大智慧道彼岸, 此需心形, 不再口念, 口念心不行, 如幻如画, 如露如电, 口念心形, 则心口相应, 本性是佛, 离性无别佛, 和名摩和, 摩和是大, 心恋广大, 犹如虚空, 无有编判, 亦无方圆大小, 亦非青黄赤白, 亦无上下长短, 亦无称无喜, 无是无非, 无善无恶, 无有头尾, 诸佛岔土, 尽同虚空, 世人妙性本空, 无有依法可得, 自性真空, 亦负如是, 善知识, 莫闻无说空, 便记着空, 第一, 莫着空, 若空心静坐, 记着无记空, 善知识, 世界虚空, 能含万物色相, 日月星宿, 山河大地, 全员西见, 草木丛林, 恶人善人, 恶法善法, 天堂地狱, 一切大海, 虚迷诸山, 总在空中, 世人性空, 亦负如是, 善知识,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, 万法在诸人性中, 若见一切人, 恶之与善, 进皆不娶不舍, 亦不染拙, 心如虚空, 明之为大, 故曰磨喝, 善知识, 迷人口说, 智者心形, 又有迷人, 空心静坐, 百无所思, 自称为大, 此一辈人, 不可逾语, 为邪见故, 善知识, 心量广大, 辩周法界, 用计寥寥分明, 应用辩知一切, 一切即一, 一即一切, 去来自由, 心体无至, 既是般若, 善知识, 一切般若至, 皆从自性而生, 不从外入, 莫错用意, 名为真性自用, 一真一切真, 心量大事, 不行小道, 口莫终日说空, 心中不修此行, 恰似凡人, 自称国王, 终不可得, 非无弟子, 善知识, 何明般若, 般若者, 藏言智慧也, 一切处所, 一切时钟, 念念不渝, 常行智慧, 既是般若行, 一念渝, 即般若觉, 一念智, 即般若生, 世人渝迷, 不见般若, 口说般若, 心中常渝, 常自言我修般若, 念念说空, 不识真空, 般若无形象, 智慧心即是, 若作如是解, 既名般若至, 何明般若密, 此是西国语, 唐言道彼岸, 解一离生灭, 浊静生灭起, 如水有波浪, 既是于此岸, 离境无生灭, 如水长通流, 既名为彼岸, 故号般若密, 善知识, 迷人口念, 当念之时, 有望有非, 念念若行, 是明真性, 物词法者是般若法, 修此行者是般若行, 不修即凡, 一念修行, 自身等佛, 善知识, 凡夫即佛, 板脑即菩提, 前念弥即凡夫, 后念悟即佛, 前念浊静即烦恼, 后念离境即菩提, 善知识, 摩合般若波罗蜜, 最尊最上最第一, 无助无往亦无来, 三世诸佛从中出, 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牢, 如此修行, 定成佛道, 辩三读为界定会, 善知识, 国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次仙智慧, 何以故, 为世人有八万次仙尘劳, 若无尘劳, 智慧常现, 不离自性, 故死法者既是无念, 无益无浊, 不起狂妄, 用自真如性, 以智慧观照, 于一切法不取不舍, 既是贱性成佛道, 善知识, 若欲入甚深法界, 敌波罗三昧者, 虚修般若行, 持诵金刚般若经, 既得渐性, 当之此经功德无量无边, 经中分明赞叹, 莫能据说, 此法门是最上成, 为大智人说, 为上根人说, 小根小智人闻, 心生不信, 何也故, 譬如天龙下雨烟夫提, 成义聚落, 西街漂流, 如飘枣叶, 若与大海不增不减, 若大成人, 若最上成人, 闻说金刚经, 心开误解,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志, 自用智慧常观照, 故不假文字, 譬如雨水, 不从天有, 原是龙能兴致, 定一切众生, 一切草木, 有情无形, 七街蒙润, 百川众流, 却如大海, 何为一体, 众生本性般若之志, 亦复如是, 善知识, 小根之人闻此顿教, 犹如草木, 根性小者, 若被大雨, 西街自导, 不能增长, 小根之人亦复如是, 原有般若之志, 与大志人更无差别, 明和文法不自开悟, 原邪见丈众, 烦恼根深, 犹如大云, 覆盖于日, 不得风吹, 日光不现, 般若之志, 亦无大小, 为一切众生, 自心迷雾不同, 迷心外见修行密佛, 为物自性, 济世小根, 若开悟顿教, 不值外修, 但于自心常起正见, 烦恼尘劳, 常不能染, 济世见性, 善知识, 内外不住, 去来自由, 能除执心, 通达无碍, 能修此行, 与般若经本无差别, 善知识,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, 大小二乘十二部经, 皆因人治,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, 若无是人, 一切万法本自不有, 故知万法本自人兴, 一切经书因人说有, 言其人中, 有余有至, 余为小人, 智为大人, 余者问于智人, 智者与余人说法, 余人忽悟解心开, 既与智人无别, 善知识, 不悟, 既佛师众生, 一念悟实, 众生是佛,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, 何不从自心中, 顿见真如本性, 菩萨戒经云, 我本源自性清静, 若实自心见性, 皆成佛道, 戒明经云, 既实豁然, 魂得本心, 善知识, 我于忍和圣处, 一文言下辩误, 顿见真如本性, 事已将此教法流行, 令学道者顿悟菩提, 各自观心, 自见本性, 若自不悟, 须密大善知识, 且最上惩罚者, 直视正路, 是善知识由大因缘, 所谓化导, 令得见性, 一切善法, 因善知识能发起故, 三世诸佛, 十二不经, 在人性中, 本自具有, 不能自悟, 需求善知识, 指示方鉴, 若自悟者, 不假外求, 若一向值, 为虚他善知识, 妄得解脱者, 无有是处, 何以故, 自心内有知识自悟, 若起邪迷妄念颠倒, 外善知识, 随有教授, 就不可得, 若起正真般若观照, 一刹那间, 妄念俱灭, 若实自性, 一物即至佛地, 善知识, 智慧观照, 内外明彻, 十字本心, 若实本心, 即本解脱, 若得解脱, 即是般若三昧, 般若三昧, 即是无念, 和明无念, 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灼, 视为无念, 用即便一切处, 亦不灼一切处, 但净本心, 使六十出六门, 于六尘中无染无杂, 来去自由, 通用无治, 即是般若三昧, 自在解脱, 明无念行, 若百物不思, 当令念诀, 即是法父, 即明边界, 善知识, 勿无念法者, 万法尽通, 勿无念法者, 见诸佛境界, 勿无念法者, 至佛地位, 善知识, 后代得欧法者, 将此顿教法门, 与同见同行, 发愿受持, 如是佛顾, 终身而不退者, 欲如圣位, 然须传授, 从上以来, 莫传吩咐, 不得逆其正法, 若不同见同行, 在别法中, 不得传父, 损比前人, 究竟无益, 恐于人不解, 傍此法门, 百节千生, 断佛种姓, 善知识, 无有依无相诵, 各须诵取, 在家出家, 但依此修, 若不自修, 为继无言, 亦无有益, 拼无诵曰, 说通即心通, 如日处虚空, 唯传贱性法, 出世破邪宗, 法计无顿见, 迷雾有迟疾, 只此贱性门, 愚人不可惜, 说计随万般, 何理还皈依, 烦恼暗摘中, 长须生会日, 邪来烦恼至, 正来烦恼除, 邪正拒不用, 清静至无余, 菩提本自性, 起心即失望, 静心在望中, 但正无三丈, 世人若修道, 一切尽不妨, 长自见己过, 与道计相当, 色雷自有道, 各不相仿恼, 离道别秘道, 终身不见道, 拨拨度一生, 道头还自傲, 欲得见真道, 行政即失道, 自若无道心, 暗行不见道, 若真修道人, 不见世间过, 若见他人非, 自非却是左, 他非我不非, 我非自有过, 但自却非心, 打除烦恼破, 正爱不关心, 长身两脚卧, 欲你化他人, 自虚有方便, 物令比有疑, 即是自性献, 佛法在世间, 不离世间觉, 离世密菩提, 恰如囚兔角, 正见明出世, 邪见明世间, 邪正尽打雀, 菩提性宛然, 此诵师遁教, 一名大法传, 弥文经磊结, 物则刹那间, 师父曰, 金鱼大贩赐, 说死遁教, 普愿法界众生, 言下见性成佛, 使为使君, 与官僚道俗, 文师所说, 无不醒悟, 衣食作礼, 皆欢善哉, 何其领男友佛出世, 决疑品第三, 一日, 为次使为师设大会斋, 斋气, 次使请师生作, 同官僚士术, 肃荣再败, 问曰, 弟子文和尚说法, 实不可思议, 今有少疑, 愿大慈悲特畏解说, 师曰, 有一记问, 无当未说, 伟公曰, 和尚所说, 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, 师曰, 是, 公曰, 弟子文达摩初画梁武帝, 帝问云, 朕一生造似杜僧, 不识赦斋, 有何功德, 达摩言, 实无功德, 弟子未达此理, 愿和尚未说, 师曰, 实无功德, 勿宜先生之言, 武帝心邪, 不知正法, 造似杜僧, 不识赦斋, 名为求福, 不可将福变为功德, 功德在法身中, 不再修福, 师又曰, 见性是功, 平等是德, 念念无智, 常见本性真实妙用, 名为功德, 内心谦下是功, 外形于理是德, 自性见内万法是功, 心体离念是德, 不离自性是功, 应用无染是德, 若觅功德法身, 但依此作, 是真功德, 若修功德之人, 心计不清, 常行普敬, 心常清人, 无我不断, 即自无功, 自性虚妄不实, 即自无德, 唯无我自大, 常情一切故, 善知识, 念念无间是功, 心形平直是德, 自修性是功, 自修身是德, 善知识, 功德须自行内贱, 不是不实供养之所求也, 是以福德与功德别, 五帝不实真理, 非我祖师有过, 自使又问曰, 弟子常见僧俗, 念阿弥陀佛, 愿生西方, 请和尚说, 得生彼否, 愿为破仪, 诗言, 使君善听, 慧能语说, 世尊在舍为成中, 说西方引化经文, 分明去此不远, 若伦相说, 礼书有十万八千, 即身中十恶八邪, 便是说远, 说远, 为其下根, 说尽, 为其上至, 人有两种, 法无两般, 迷雾有书, 见有迟疾, 迷人念佛求生与彼, 误人自静其心, 所以佛言, 随其心静, 即佛土静, 使君东方人, 但心静即无罪, 随西方人心不静, 即有迁, 东方人造罪, 念佛求生西方, 西方人造罪, 念佛求生何国, 凡于不了自性, 不实身中净土, 愿东愿西, 误人再处一般, 所以佛言, 随所住处横安乐, 使君心地, 但无不善, 西方去死不遥, 若怀不善之心, 念佛往生难道, 金劝善之事, 先除十恶, 即行十万, 后愁八邪, 乃过八千, 念念见性长行平直, 道如谈指, 便堵弥陀, 使君但行时善, 何须更愿往生, 不断食恶之心, 何佛寄来迎请, 若悟无声顿法, 见西方只在刹那, 不悟念佛求生路遥, 如何得达, 会能与诸人宜西方, 如刹那间目前变见, 各愿见否, 众皆顶礼云, 若此出见, 何须更愿往生, 愿和尚慈悲, 辩现西方, 普令得见, 诗言, 大众是人自色身是成, 掩耳鼻舌是门, 外有五门, 内有一门, 心是地, 性是亡, 亡居心地上, 性在亡在, 性去亡无, 性在身心存, 性去身心坏, 佛向性中作, 莫向身外求, 自性弥即是众生, 自性觉即是佛, 慈悲即是观音, 喜舍名为是智, 能敬即施加, 平直即弥陀, 忍我是虚迷, 邪心是海水, 烦恼是波浪, 毒害是恶龙, 虚妄是鬼神, 陈牢是鱼鳖, 贪嗔是地狱, 鱼吃是畜生, 善知识, 常行时善, 天堂便智, 除忍我虚迷倒, 去邪心海水节, 烦恼无波浪灭, 毒害望鱼龙觉, 自心地上, 觉性如来, 放大光明, 外照六门清静, 能破六玉诛天, 自性内照, 三读祭除, 地狱等罪, 衣食消灭, 内外凝澈, 不亦西方, 不作此修, 如何道比, 大众文说, 了然见性, 西皆礼拜, 聚欢善哉, 畅言, 普愿法皆众生, 闻者衣食误解, 诗言, 善知识, 若欲修行, 在家亦得, 不由再次, 在家能行, 如东方人心善, 再次不修, 如西方人心恶, 但心清静, 既是自性西方, 伟公佑问, 在家如何修行, 愿为教授, 诗言, 吾语大众, 作无相诵, 但依此修, 常与无同处无别, 若不作此修, 替发出家, 余道何意, 诵曰, 心平和劳持戒, 行职何用修禅, 恩则亲养父母, 义则上下相连, 让则尊卑和睦, 忍则众恶无宣, 若能钻木取火, 淤泥定生红莲, 福口的是良药, 逆耳必是忠言, 改锅毕生智慧, 护短心内非贤, 日用长行饶益, 承道非游施前, 菩提指向心密, 何劳向外求玄, 听说依此修行, 天堂只在墓前, 师父曰, 善知识, 总须一计修行, 见取自性, 执承佛道, 法不相待, 众人且散, 乌归曹西, 众若有疑, 却来相问, 时次使官僚, 再会善难信你, 各得开悟, 信受奉行。 定慧品第四, 师事众云, 善知识, 我此法门, 以定慧为本, 大众勿迷, 言定慧别, 定慧一体, 不是二, 定时慧体, 慧时定用, 即慧之时定在慧, 即定之时慧在定, 若实此意, 即时定慧等学, 诸学道人, 莫言先定发慧, 先慧发定课别, 作此见者, 法有二相, 口说善与, 心中不善, 空有定慧, 定慧不等, 若心口俱善, 内外一种, 定慧即等, 自悟修行, 不在于争, 若争先后, 既同迷人, 无断胜负, 却增我法, 不离四相, 善知识, 定慧犹如何等, 犹如灯光, 有灯即光, 无灯即暗, 灯是光之体, 光是灯之用, 明随有二, 体本同一, 此定慧法, 亦附如是, 失事众云, 善知识, 一行三昧者, 于一切处行住坐卧, 常行依执心事也, 如静明经云, 执心事道场, 执心事净土, 莫心行颤取, 口诞说执, 口说一行三昧, 不行执心, 但行执心, 于一切法, 勿有执着, 迷人着法相, 执一行三昧, 执言坐不动, 望不起心, 既是一行三昧, 作词结者, 既同无情, 却是仗道因缘, 失事众云, 善知识, 道须通流, 何以确置, 心不住法, 道即通流, 心若住法, 名为自负, 若言坐不动时, 只如舍利福, 焰坐临终, 却被围魔结合, 善知识, 又有人骄坐, 看心观境, 不动不起, 从此之功, 迷人不惠, 便直成颠, 如此者众, 如是相教, 顾知大错, 失事众云, 善知识, 本来正教, 无有遁见, 人性自有利遁, 迷人见弃, 勿人遁修, 自识本心, 自见本性, 既无差别, 所以利遁见之假明, 善知识, 我此法门, 从上以来, 先立无念为宗, 无相为体, 无助为本, 无相者, 于相而离相, 无念者, 于念而无念, 无助者, 人知本性, 于世间善恶好丑, 乃至冤之与亲, 言语触刺七争之时, 并将为空, 不思仇汉, 念念之中, 不思前境, 若前念今念后念, 念念相续不断, 名为继父, 于诸法上, 念念不助, 既无父也, 此事以无助为本, 善知识, 外离一切相, 名为无相, 能离于相, 则法体清静, 此事以无相为体, 善知识, 于诸境上, 心不染约无念, 于自念上, 常离诸境, 不于静上生心, 若只百无不思, 念尽除雀, 一念绝即死, 别处受生, 视为大错, 学道者思知, 若不使法意, 自措有可, 更劝他人, 自迷不见, 又谤佛经, 所以立无念为宗, 善知识, 云和立无念为宗, 指缘口说见性, 迷人于静上有念, 念上遍起邪见, 一切尘劳妄想, 从此而生, 自性本无依法可得, 若有所得, 妄说祸福, 既是尘劳邪见, 故此法门, 立无念为宗, 善知识, 无者无合适, 念者念何物, 无者无二相, 无诸尘劳之心, 念者念真如本性, 真如既是念肢体, 念既是真如之用, 真如自性起念, 非掩耳鼻舌能念, 真如有性, 所以起念, 真如若无掩耳色生, 当时即坏, 善知识, 真如自性起念, 六根随有见闻觉知, 不染万静, 而真性常自在, 故经云, 能善分别诸法相, 于第一意而不动。 作禅品第五, 诗世众云, 此门作禅, 原不灼心, 亦不灼静, 亦不是不动, 若言浊心, 心缘是旺, 知心如患, 故无所浊也, 若言浊静, 人性本静, 由旺念故, 概赴真如, 但无妄想, 性自清静, 起心浊静, 却生静旺, 旺无处所, 浊者是旺, 静无形象, 却离静相, 言是功夫, 作此见者, 仗自本性, 却被静负。 善知识, 若修不动者, 但见一切人时, 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, 即是自性不动。 善知识, 迷人身随不动, 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, 与道违背, 若浊心浊静, 即仗道也, 失事众云。 善知识, 何名作禅, 此法门中, 无障无碍,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, 心念不起名为作, 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。 善知识, 何名禅定, 外离相为禅, 内不乱为定, 外若浊相, 内心计乱, 外若离相, 心计不乱, 本性自经自定, 只为见境私境计乱, 若见诸境心不乱者, 是真定也。 善知识, 外离相即禅, 内不乱即定, 外禅内定, 视为禅定。 菩萨戒经云, 我本性原自清净, 善知识, 于念念中, 自见本性清净, 自修自行, 自成佛道。 看回品第六, 十, 大师见广韶记事方事术, 便及山中听法, 于是声作高中曰, 来诸善知识, 此事须从自性中起, 于一切时念念自敬其心, 自修其行, 见自己法身, 见自心佛, 自督自界, 使得不假到此, 既从远来, 一会与此, 皆共有缘, 今可各个胡贵, 先未传自性五分法身相, 次受无相忏悔, 众狐贵, 施曰一戒相, 即自心中, 无非, 无恶, 无嫉妒, 无贪嗔, 无劫害, 明戒相, 而定相, 嫉妒诸善恶境相, 自心不乱, 明定相, 三会相, 自心无碍, 常以智慧, 观照自性, 不造诸恶, 随修众善, 心不执着, 敬伤念下, 今绪孤贫, 明会相, 次解脱相, 即自心无所攀缘, 不思善, 不思恶, 自在无碍, 明解脱相, 无解脱之见相, 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, 不可陈空守记, 既须广学多文, 十字本心, 达诸佛理, 何光皆物, 无我无人, 直至菩提, 真性不义, 明解脱之见相, 善知事, 此相各自内心, 莫相外密, 今以儒等, 受无相忏悔, 灭三十罪, 令得三叶清静, 善知事, 各随我语, 衣食道, 弟子等,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, 念念不被余弥染, 从前所有恶业余弥等罪, 惜皆忏悔, 愿衣食消灭, 永不负起, 弟子等,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, 念念不被骄狂染, 从前所有恶业骄狂等罪, 惜皆忏悔, 愿衣食消灭, 永不负起, 弟子等,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, 念念不被嫉妒染, 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, 惜皆忏悔, 愿衣食消灭, 永不负起, 善知事, 以上事为无相忏悔, 云和名忏, 云和名悔, 忏者忏其前千, 从前所有恶业余弥焦狂嫉妒等罪, 惜皆浸忏, 永不负起, 视名为忏, 悔者毁其后过, 从今以后, 所有恶业余弥焦狂嫉妒等罪, 今以杰悟, 惜皆永断, 更不复作, 视名为悔, 故称忏悔, 凡夫余弥, 只知忏其前千, 不知悔其后过, 已不悔故, 前千不灭, 后过幼生, 前千记不灭, 后过复幼生, 何名忏悔, 善知事, 既忏悔已, 与善知事发四红誓愿, 各须用心正听,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,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段, 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, 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, 善知事, 大家起不到, 众生无边誓愿度, 凭马道且不是会能度, 善知事, 心中众生, 所谓邪迷心, 狂妄心, 不善心, 嫉妒心, 恶毒心, 如是等心, 进食众生, 各须自行自度, 是明真度, 何明自行自度, 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, 既有正见, 使般若至打破愚痴迷忘众生各个自度, 邪来正度, 迷来悟度, 愚来智度, 愚来善度, 如是度者, 明为真度, 又, 烦恼无边誓愿段, 将自性般若至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也, 又, 法门无尽誓愿学, 虚自见性, 常行正法, 是明真学, 又, 无上佛道誓愿成, 既常能下心, 行于真正, 离迷离觉, 常生般若, 除真除妄, 既见佛性, 既言下佛道成, 常念修行, 是愿力法, 善知事, 今发四弘愿了, 更与善知事受无相三归一界, 善知事, 归一觉, 两族尊, 归一正, 离遇尊, 归一静, 众中尊, 从今日起, 称觉为师, 更不归一邪魔外道, 以自性三宝, 常自证明, 全善知事, 归一自性三宝, 佛者觉也, 法者正也, 僧者敬也, 自心归一觉, 邪迷不生, 少欲知足, 能离彩色, 明两族尊, 自心归一正, 念念无邪见, 以无邪见顾, 既无人我功高贪爱执着, 明离遇尊, 自心归一静, 一切尘劳碍于境界, 自性皆不染拙, 明众中尊, 若修此行, 是自归一, 凡夫不惠, 从日至夜, 受三归界, 若言归一佛, 佛在何处, 若不见佛, 平和所归, 言确成忘, 善知事, 各自观察, 莫错用心, 经文分明言自归一佛, 不言归一他佛, 自佛不归, 无所依处, 今即自悟, 各须归一自心三宝, 那条心性, 外境他人, 是自归一也, 善知事, 既归一自三宝境, 各个至心, 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, 令如等见三身, 了然自无自性, 总随我道, 于自色身, 归一清净法身佛, 于自色身, 归一圆满报身佛, 于自色身, 归一千百亿化身佛, 善知事, 色身是舍宅, 不可言归, 向者三身佛, 在自性中, 世人总有, 为自心迷, 不见内性, 外密三身如来, 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, 如等听说, 定如等于自身中, 见自性有三身佛, 此三身佛从自性生, 不从外得, 和明清净法身佛, 世人性本清净, 万法从自性生, 思量一切恶事, 既生恶行, 思量一切善事, 既生善行, 如是诸法, 在自性中, 如天常清, 日月常明, 为浮云盖赴, 上明下暗, 呼欲风吹云散, 上瞎俱明, 万象皆现, 世人性常浮游, 如彼天云, 善知事, 智如日, 慧如月, 智慧常明, 于外浊静, 被妄念浮云盖赴自性, 不得明朗, 若于善知事, 闻真正法, 自除迷惘, 内外明澈, 于自性中万法皆现, 见性之人亦附如是, 此明清静法身佛, 善知事, 自心归一自性, 是归一真佛, 自归一者, 除却自性中不善心, 嫉妒心, 颤举心, 无我心, 狂妄心, 轻人心, 慢他心, 邪见心, 功高心, 即一切时中不善之行, 常见自己过, 不说他人好恶, 是自归一, 常须下心, 主行恭敬, 即时见性通达, 更无至爱, 是自归一, 何明千百亿化身, 若不思万法, 性本如空, 一念思量, 明为变化, 思量恶事, 化为地狱, 思量善事, 化为天堂, 毒害化为龙蛇, 慈悲化为菩萨, 智慧化为上界, 愚痴化为下方, 自行变化甚多, 迷人不能醒悟, 念念起恶, 常行恶道, 回一念善, 智慧继生, 此明自行化身佛, 何明圆满报身, 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, 一智能灭万年余, 莫思向前, 已过不可得, 常思余后, 念念圆明, 自见本性, 善恶随书, 本性无二, 无二之性, 名为实性, 于实性中, 不染善恶, 此明圆满报身佛, 自性起一念恶, 灭万劫善因, 自性起一念善, 得横杀恶尽, 直至无上菩提, 念念自见, 不失本念, 名为报身, 善知识, 法身本具, 念念自行自见, 即是报身佛, 同报身思量, 即是化身佛, 自无自修自信功德, 是真归一, 疲肉是色身, 色身是舍宅, 不言归一也, 但无自信三身, 即是自信佛, 无有一无相诵, 若能诵持, 言下令辱积节迷罪, 一时消灭, 诵曰, 迷人修福不修道, 只言修福便是道, 不时供养福无边, 心中三恶元来造, 你将修福欲灭罪, 后世得福罪还在, 但向心中除罪元, 各自性中真忏悔, 忽悟大成真忏悔, 除邪行政既无罪, 学道常于自信观, 既与诸佛同一类, 无祖为传此顿法, 普愿见性同一体, 若欲当来密法身, 离诸法向心中喜, 努力自见莫悠悠, 后念忽觉一世修, 若悟大成得见性, 前功合掌至心求, 诗言, 善知识, 总须颂取, 依此修行, 言下见性, 随去无千里, 如常在无边, 于此言下不悟, 即对面千里, 何寝远来, 珍重, 好趣, 依重文法, 弥不开悟, 欢喜奉行。 机缘品第七, 诗字黄梅德法, 回至韶州曹侯村, 人无知者, 时有如是留志略, 礼于甚厚, 志略有孤为尼, 名无尽藏, 长颂大涅槃经, 诗暂听, 记之妙意, 遂未解说, 尼乃执见问字, 诗曰, 字记不识, 一记请问, 尼曰, 字上不识, 焉能会议, 诗曰, 诸佛庙里非观文字, 尼经一知, 便告礼中其得云, 此事有道之事, 以请供养, 有位武侯玄孙曹书良级居民, 敬来瞻礼, 时, 宝林古寺, 自随莫冰火已废, 遂于故姬, 重见泛雨, 严时居之, 鹅成宝方, 诗住九月余日, 又为恶党寻竹, 诗乃顿于前山, 被其纵火焚草木, 诗隐身挨入时中得免, 诗今有诗夫作七痕及一部之文, 因明避难时, 诗意无祖怀慧止藏之主, 遂行隐于二亿焉, 僧伐海, 少周取江人也, 初参祖诗问曰, 济心济佛, 愿垂止欲, 诗曰, 前念不生济心, 后念不灭济佛, 成一切相济心, 离一切相济佛, 无若据说, 穷劫不尽, 听无济曰, 济心明慧, 济佛乃定, 定慧等持, 义中清静, 勿则法门, 犹如习性, 用本无生, 双修是正, 法海言下大悟, 以济赞曰, 济心原是佛, 不悟而自屈, 我之并慧因, 双修离诸物, 僧法达, 红周人, 七岁出家, 长颂法华经, 来离祖师, 头不知地, 祖和曰, 礼不投地, 何如不礼, 辱心中必有一物, 运习何事也, 约念法华经, 以及三千步, 祖约, 辱若念之万步, 得其精益, 不以为胜, 则予无邪行, 辱今复死事业, 都不知过, 听吴济约, 离本折慢状, 头膝不至地, 由我最寄生, 望功福无比, 诗又曰, 辱明什么, 曰法达, 诗曰, 辱明法达, 何曾达法, 父说记曰, 辱今明法达, 勤颂未修歇, 空颂但寻生, 明心好菩萨, 辱今有缘故, 无今未辱说, 但信佛无言, 莲花从口发, 达文记, 毁谢曰, 而今而后, 当千功一切, 弟子诵法华经, 未解经义, 心肠有疑, 和尚智慧广大, 愿略说经中议理, 诗曰, 法达, 法及慎达, 辱心不达, 经本无疑, 辱心自疑, 辱念此经, 以何为宗, 达曰, 学人根性暗顿, 从来但一文宋念, 岂知宗趣, 诗曰, 无不识文字, 辱世取经, 宋之一辩, 无当未如解说, 法达即高生念经, 至辟育品, 诗曰指, 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, 纵说多种辟育, 亦无悦以此, 何者因缘, 经云, 诸佛世尊, 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, 一大事者, 佛之之见也, 世人外迷着相, 内迷着空, 若能于相离相, 于空离空, 即时内外不迷, 若勿此法, 一念心开, 世为开佛之见, 佛由觉也分为四门, 开觉之见, 世觉之见, 入觉之见, 入觉之见, 若闻开世, 便能误入即觉之见, 本来真性而得出现, 辱甚无错解经意, 见他道开世误入, 自使佛之之见, 我辈无分, 若作此解, 乃是傍惊悔佛也, 比即是佛, 以惧之见, 何用更开, 如今当信佛之见者, 只辱自心, 更无别佛, 盖为一切众生, 自闭光明, 贪爱沉静, 外缘内扰, 甘受驱持, 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, 种种苦口, 劝令寝息, 莫详外求, 与佛无二, 故云开佛之见, 无欲劝一切人, 于自心中, 常开佛之之见, 世人心邪, 愚迷造罪, 口善心恶, 贪嗔, 嫉妒, 产命我慢, 寝人害物, 自开众生之见, 若能正心, 常生智慧, 观照自心, 止恶行善, 诗自开佛之之见, 如须念念开佛之见, 悟开众生之见, 开佛之见, 即使出世, 开众生之见, 即使世间, 辱若但牢牢执念, 以为功克者, 何以离牛爱违, 答曰, 若然者, 但得解义, 不劳诵经也, 诗曰, 经有何过, 起障辱念, 只为迷雾待人, 损益有几, 口善心行, 既是转经, 口善心不行, 即使被经转, 听吴记曰, 心迷法华传, 心悟传法华, 诵经久不明, 语义做仇家, 无念念机正, 有念念成邪, 有无拒不计, 常遇白牛车, 答文记, 不觉悲弃, 言下大悟, 而告诗曰, 法达从其以来, 识未曾传法华, 乃被法华传, 再起曰, 经云, 诸大声闻乃至菩萨, 皆尽词共读量, 不能测佛至, 经令凡夫淡无自心, 辨明佛之之见, 自飞上根, 未免一棒, 诱经说三车, 杨禄之车, 与白牛之车, 如何区别, 愿和尚再垂开示, 诗曰, 经亦分明, 辱自弥备, 诸三成人, 不能测佛至者, 患在度量也, 饶依尽私共推, 转家学远, 佛本为凡夫说, 不为佛说, 此理若不肯信者, 从他退席, 殊不知坐却白牛车, 更于门外密三车, 创经文明相辱道, 为依佛成, 无有余成, 若而若三, 乃至无数方便, 种种因缘, 辟欲言辞, 是法皆为依佛成故, 辱和不省, 三车是甲, 为西时故, 依成是时, 为金时故, 只叫辱去甲归时, 归时之后, 时亦无名, 应知所有真才, 尽属于辱, 有辱受用, 更不做妇想, 亦不做子想, 亦无用想, 是名持法华经, 从节至节, 守不试卷, 从咒至业, 无不念时也, 达蒙启发, 踊跃欢喜, 以记赞约, 经诵三千步, 曹西一巨王, 为名出世旨, 宁歇累生狂, 阳路牛全社, 初中后善阳, 谁知火宅内, 原是法中王, 诗约, 辱金后方可明念经僧也, 达从此领玄旨, 亦不错诵经, 增至通, 寿州安逢人, 初看棱且经约千余辩, 而不会三身四智, 礼师求解其意, 诗曰, 三身者, 清净法身, 辱之性也, 圆满报身, 辱之智也, 千百亿化身, 辱之行也, 若离本性, 别说三身, 既明有身无智, 若物三身无有自性, 既明四智菩提, 听无济曰, 自性聚三身, 发明成四智, 不离见闻元, 超然登佛地, 无今未辱说, 地心永无迷, 莫学持求者, 终日说菩提, 通在启曰, 四智之意可得闻乎, 诗曰, 济会三身, 辩明四智, 何更问也, 若离三身, 别谈四智, 此明有智无身, 既此有智, 还成无智, 附说济曰, 大元净直性清净, 平等性至心无病, 妙观察至剑非功, 成所作至同元净, 五八六七果音传, 但用明言无实性, 若于传处不留情, 繁星永处那家定, 如上传时为智也, 较中云, 传前五时为成所作至, 传第六时为妙观察至, 传第七时为平等性至, 传第八时为大元净至, 随六七音中传, 五八果上传, 但传其名而不传其体也, 同顿无性至, 遂成纪曰, 三身原我体, 四至本心名, 身至容无爱, 应物认随行, 启修皆妄动, 守住匪真经, 妙志因诗小, 终妄染无名, 僧至长, 信州贵西人, 条年出家, 至求见性, 一日参礼, 诗问曰, 汝从何来, 欲求何事, 曰, 学人尽往洪州白风山里大通和尚, 蒙氏见性成佛之意, 未觉狐疑, 远来投礼, 不忘和尚指示, 诗曰, 李有何言句, 辱氏举看, 曰, 至长道比, 凡经三月, 为蒙氏会, 为法切雇, 依稀独入仗史, 请问, 如何是谋甲本心本性, 大通乃曰, 辱见虚空否, 对曰, 贱, 笔曰, 辱见虚空有相貌否, 对曰, 虚空无形, 有何相貌, 笔曰, 辱知本性犹如虚空, 了无一物可见, 是明正见, 无一物可知, 是明真知, 无有清黄长短, 但见本言清静, 决体原名, 即明见性成佛, 一明如来之见, 学人随闻此说, 由未觉了, 其和尚开示, 诗曰, 笔师所说, 由存见之, 故令辱未了, 无今事辱一计, 不见依法存无见, 大肆浮云遮日面, 不知依法守空之, 还如太须生闪电, 此之之见偏然兴, 拓任何曾解方便, 如当依念自知非, 自己灵光常显现, 缠文既已, 心意豁然, 乃宋既曰, 无端起之见, 着相求菩提, 情存依念物, 宁月昔时迷, 自性绝缘体, 随照汪千流, 不入祖师事, 茫然去两头, 至常一日问诗曰, 佛说三成法, 又言最上成, 弟子未解, 愿为教授, 诗曰, 辱观自本心, 莫着外法相, 法无似成, 人心自有等差, 见文传颂是小成, 物法解义是忠成, 依法修行是大成, 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, 离诸法相, 一无所得, 名罪上成, 成事行义, 不再口征, 辱须自修, 莫问无言, 一切时钟, 自行自如, 常理谢之事, 忠师之事, 僧至道, 广州南海人也, 请一曰, 学人自出家, 蓝涅盘经实在有余, 为名大义, 愿和尚垂慧, 诗曰, 辱何处为名, 曰, 诸行无常, 是生灭法, 生灭灭乙, 寄灭为乐, 与此疑获, 诗曰, 辱作麻生疑, 曰, 一切众生皆有二身, 为色身法身也, 色身无常, 有生有灭, 法身有常, 无知无觉, 经云, 生灭灭乙, 寄灭为乐者, 不审何身寄灭, 何身受乐, 若色身者, 色身灭时, 四大分散, 全然是苦, 苦不可言乐, 若法身寄灭, 既同草木瓦时, 谁当受乐, 又, 法性是生灭之体, 五蕴是生灭之用, 一体五用, 生灭是常, 生则从体起用, 灭则涉用归体, 若听耕生, 既有情之类, 不断不灭, 若不听耕生, 则永归寄灭, 同于无情之物, 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尽服, 尚不得生, 何乐之有, 诗曰, 汝是世子, 何惜外道断肠邪剑, 而以罪上惩法, 据汝所说, 既色身外别有法身, 敌生灭求于寄灭, 又推涅槃常乐, 言有身受用, 自乃直令生死, 单卓是乐, 汝今当之, 佛为一切迷人, 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, 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, 好生勿死, 念念千流, 不知梦幻虚假, 汪寿轮回, 以常乐涅槃三为苦相, 终日持求, 佛民此故, 乃是涅槃真乐, 刹那无有生相, 刹那无有灭相, 更无生灭可灭, 是则寄灭现前, 当现前时, 亦无现前之量, 乃为常乐, 此乐无有受者, 亦无不受者, 岂有一体五用之名, 何况更言涅槃禁服诸法, 定永不生, 思乃傍佛回法, 听吴济曰, 吴上大涅槃, 元明常记诏, 凡于未知死, 外道直为断, 诸求二成人, 目以为无作, 尽数情所记, 六十二剑本, 妄立虚假明, 何为真实义, 唯有过量人, 通达无取舍, 以知五运法, 即以运中我, 外现重色相, 一一阴生相, 平等如梦幻, 不起凡圣剑, 不作涅槃解, 二编三际断, 常应诸根用, 而不起用想, 分别一切法, 不起分别想, 结火烧海底, 风骨山相机, 真常记灭乐, 涅槃相如是, 乌金强言说, 令如舍邪剑, 辱若随言解, 虚辱之少分, 至道文记大悟, 永跃作礼而退, 行思禅师, 生吉州安城流氏, 文曹西法习圣话, 敬来参礼, 虽问曰, 当何所悟, 即不落阶级, 诗曰, 辱作什么来, 曰, 圣地亦不为, 诗曰, 落何阶级, 曰, 圣地上不为, 何阶级之有, 诗身弃之, 令思守众, 一日诗未曰, 辱当分化一方, 无令断绝, 思继德法, 醉回吉州青元山, 弘法韶化, 一号洪祭禅师, 怀让禅师, 金州渡氏子也, 出业嵩山安国师, 安仨之曹西参寇, 让至礼拜, 诗曰, 神处来, 曰, 嵩山, 诗曰, 神莫物, 平麻来, 曰, 说死一物即不忠, 诗曰, 还可修正否, 曰, 修正即不无, 污染即不得, 诗曰, 既此不污染, 诸佛之所护念, 辱记如是, 无意如是, 让豁然气慧, 遂直视左右, 一世无在, 日真玄傲, 厚往南越, 大产禅宗, 赤意大会禅师, 永家玄觉禅师, 温州代世子, 少席经论, 经天台旨观法门, 因看唯摩经, 发明新帝, 偶师弟子全策相访, 与其聚谈, 出言暗和诸祖, 测云, 忍者得法诗谁, 曰, 我听方等经论, 各有诗诚, 厚于唯摩经, 误佛新宗, 未有证明者, 测云, 威阴王以前记得, 威阴王以后, 无师自悟, 尽是天然外道, 云, 愿仁者为我证据, 测云, 我言清, 曹西有六祖大师, 四方云集, 病时受罚者, 若去则与邪行, 决遂同侧来参, 绕师三扎, 振膝而立, 诗曰, 夫沙门者, 聚三千威仪, 八万细行, 大得自何方而来, 生大我难, 决曰, 生死是大, 无常迅速, 诗曰, 何不提起无生, 了无速乎, 曰, 体记无生, 了本无速, 诗曰, 如是如是, 玄觉方句微以礼拜, 须于告辞, 诗曰, 反胎速乎, 曰, 本字非动, 岂有速也, 诗曰, 谁知非动, 曰, 人者自生分别, 诗曰, 辱甚得无生之意, 曰, 无生岂有意也, 诗曰, 无意谁当分别, 曰, 分别亦非亦, 诗曰, 善哉, 少留一宿, 诗曰一宿诀, 后注正道歌, 盛行于事, 一曰无相大师, 诗称为真诀焉, 禅者至皇, 初参无祖, 自卫以德正寿, 安居长作, 即二十年, 诗弟子玄策, 游方至和朔, 尊皇之名, 造安问云, 辱在此做什么, 皇曰入定, 策云, 辱云入定, 唯有心入也, 无心入也, 若无心入者, 一切无情草木瓦时, 应何得定, 若有心入者, 一切有情寒时之流, 亦应得定, 皇曰, 我正入定时, 不见有有无之心, 策云, 不见有有无之心, 即是常定, 有何出入, 若有出入, 即非大定, 皇无对, 梁九问曰, 诗四谁也, 策云, 我诗曹熙六祖, 皇云, 六祖以何为禅定, 策云, 我诗所说, 妙占元祭, 体用如如, 五音本空, 六神非有, 不出不入, 不定不乱, 禅性无助, 离住禅记, 禅性无生, 离生禅想, 心如虚空, 亦无虚空之量, 皇文士说, 静来夜诗, 诗问云, 人者何来, 皇巨树前缘, 诗云, 诚如所言, 如但心如虚空, 不拙空见, 应用无碍, 动静无心, 凡胜情望, 能所俱敏, 性相如如, 无不定时也, 皇于世大悟, 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, 其夜河北事述, 闻空中有声云, 皇禅时今日得道, 皇后礼慈, 复归河北, 开话四众, 有一童子, 名神会, 襄阳高世子, 年十三, 自御前来参礼, 诗曰, 知事远来艰辛, 还将得本来否, 若有本则和始主, 诗说看, 惠曰, 以无助为本, 见即是主, 诗曰, 这沙弥争何取次语, 惠乃问曰, 和尚坐禅, 还见不见, 诗以助杖打三下云, 吴打辱是痛不痛, 对曰, 意痛意不痛, 诗曰, 吴意见意不见, 神会问, 如何是意见意不见, 诗云, 吴之所见, 常见自心过谦, 不见他人是非好恶, 是以意见意不见, 乳言意同意不痛如何, 乳若不痛, 同其目时, 若痛, 则同凡夫, 既起嗔恨, 乳向前见不见是二边, 痛不痛是生灭, 乳自性且不见, 感耳弄人, 神会礼拜毁谢, 诗又曰, 乳若心迷不见, 问善知识密录, 乳若心悟, 既自见性, 依法修行, 乳自迷不见自心, 却来问无见与不见, 无见自知, 岂待乳迷, 乳若自见, 亦不待无迷, 何不自知自见, 乃问无见与不见, 神会再离百余拜, 求谢过千, 福寝己事, 不离左右, 一日, 诗高众约, 无有一物, 无头无尾, 无名无字, 无辈无面, 诸人还识否, 神会出约, 是诸佛之本源, 神会之佛性, 诗约, 相汝道无名无字, 汝便换作本源佛性, 汝相却有把毛盖头, 也只成个知解宗徒, 祖师灭后, 贵入经络, 大红曹西顿教, 着显踪迹, 圣行于事, 诗未何则禅诗, 一僧问诗曰, 黄梅一指, 什么人得, 诗云, 会佛法人得, 僧云, 和尚还得否, 诗云, 我不会佛法, 诗一日欲卓所受之一, 而无美全, 因至四后无理许, 见山林玉茂, 锐气盘旋, 诗振兮捉地, 全应手而出, 既已维持, 乃贵兮换衣时上, 有蜀僧方便夜诗, 诗曰, 上人恭和事业, 曰, 善素, 诗正色曰, 辱世素看, 辱网错, 过数日, 素就真相, 可高七寸, 取尽其妙, 诗孝曰, 辱善素性, 不解佛性, 即为摩顶受祭, 永与人天为福田, 仍以依仇之, 便取依分为三, 依批塑象, 依自留, 依用宗果异地中, 誓曰, 厚得此依, 乃无出事, 助持于此, 重建殿语, 宋家幼八年, 有僧为先, 修殿绝地, 得依如心, 向在高全寺, 祈祷折应, 有僧举沃伦蚀寄云, 沃伦有伎俩, 能断百思想, 对静心不起, 菩提日日掌, 诗文之曰, 此祭未明心地, 若依而行之, 世家祭父, 因是一祭曰, 慧能没伎俩, 不断百思想, 对静心竖起, 菩提坐马掌。 顿剑品第八, 时祖师居曹西宝林, 神秀大师在京南玉前寺, 于时两宗圣化, 人皆称南能北秀, 故有南北二宗顿剑之分, 而学者莫之宗去, 师位仲曰, 法本一宗, 人有南北, 法即一种, 剑有持极, 何名顿剑, 法无顿剑, 人有利顿, 故名顿剑, 然秀之徒众, 往往寄南宗祖师, 不识一字, 有何所长? 秀曰, 他得无识之志, 身物上成, 无不如也, 且无识无祖, 侵传依法, 岂突然哉, 无恨不能远去亲近, 虚受国恩, 如等诸人物质于此, 可往曹西参决。 一日, 命门人志诚曰, 如聪明多志, 可谓无道曹西听法, 若有所闻, 尽心记取, 还位无说。 志诚秉命至曹西, 随众参省, 不言来处。 始祖师高仲曰, 今有道法之人, 潜在此会。 志诚祭出礼拜, 聚臣其事。 施曰, 汝从御前来, 应施细作。 对曰, 不是。 施曰, 何德不是。 对曰, 未说即是, 说了不是。 施曰, 汝诗若为是众。 对曰, 常指会大众, 助心观境, 常坐不卧。 施曰, 助心观境, 事病非禅, 常坐居身, 于理何意, 听吴济曰, 生来坐不卧, 死去卧不坐, 原是臭骨头, 何为立功过。 志诚再拜曰, 弟子在秀大师处, 学道九年, 不得弃悟, 金文和尚一说便弃本心, 弟子生死失大, 愿和尚大词, 更为骄士。 施曰, 吴文汝诗教士学人戒丁会法, 为神汝诗说戒丁会形象如何, 与吴说看。 诚曰, 秀大师说, 诸恶莫作名为戒, 诸善奉行名为会, 自敬其义名为定, 彼说如此, 为神和尚以合法会人。 施曰, 吴若言有法与人, 既为宽如, 但且随方解剖, 假名三昧, 如辱师所说戒丁会, 实不可思议, 吴所见戒丁会又别。 志诚曰, 戒丁会只和一种, 如何更别? 施曰, 辱师戒丁会皆大成人, 吴戒丁会皆最上成人, 误解不同, 见有迟及, 辱听吴说与彼同否, 吴所说法不离自性, 离体说法名为相说, 自性长迷, 须知一切万法, 皆从自性启用, 是真戒丁会法, 听吴记曰, 心地无非自行戒, 心地无痴自行会, 心地无乱自行定, 不增不减自金刚, 申去申来本三昧, 成文记毁泻, 乃成一记, 五蕴换身换何究竟, 回去真如法还不敬, 诗然之, 不语成约, 辱师戒丁会, 劝小根之人, 无戒丁会, 劝大根之人, 若无自性, 亦不利菩提涅槃, 亦不利解脱之鉴, 无依法可得, 方能建立万法, 若解此意, 一名菩提涅槃, 一名解脱之鉴, 见性之人, 利益得, 不利益得, 去来自由, 无智无碍, 应用随作, 应语随答, 普见化身, 不离自性, 既得自在神通, 游戏三昧, 世明见性, 智诚带起施约, 如何是不利益, 施约, 自性无非, 无痴, 无乱, 念念般若观照, 常理法相, 自由自在, 纵横尽德, 有何可立, 自行自物, 顿无顿修, 义无鉴刺, 所以不利一切法, 诸法祭灭, 有何次第, 智诚礼拜, 愿为直逝, 朝夕不屑, 一僧智彻, 江西人, 本姓张, 明行昌, 邵任侠, 自南北分化, 二宗主随亡彼我, 而徒吕敬起爱赠, 诗北宗门人, 自立秀诗为第六祖, 而继祖诗传一为天下文, 乃主行昌来赐诗, 诗心通, 欲知其事, 即至今诗两余作奸, 诗夜幕, 行昌入祖诗, 将欲加害, 诗书敬就之, 行昌挥任者三, 稀无所损, 诗曰, 正见不邪, 邪见不正, 只赴辱金, 不赴辱命, 行昌惊扑, 久而方苏, 求哀悔过, 寄愿出家, 诗岁以今, 言辱且去, 恐徒众翻害于辱, 辱可他日一行而来, 无当涉授, 行昌秉指萧顿, 后投僧出家, 一日一诗之言, 远来礼尽, 诗曰, 吾酒念辱, 辱来何晚, 曰, 昨蒙和尚舍罪, 今随出家苦行, 中难报德, 其为传法度生夫, 弟子常揽涅槃经, 为小常无常义, 起和尚慈悲, 愿为解说, 诗曰, 无常者即佛性也, 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, 曰, 和尚所说大伟经文, 诗曰, 无传佛心也安甘委一佛经, 曰, 经说佛性是常, 和尚确言无常, 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, 皆是无常, 和尚确言是常, 此即相伟, 令学人转家疑惑, 诗曰, 涅槃经无惜听尼吾金藏读诵一辩, 辩为讲说, 吾一字一意不合经文, 乃至未辱终无二说, 曰, 学人实量谦媚, 愿和尚委屈开示, 诗曰, 辱知佛, 佛性若常, 更说什么善恶诸法, 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, 故无说无常, 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, 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, 既物物皆有自性, 荣受生死, 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, 故无说常者, 正是佛说真无常义, 佛比为凡夫外道, 直于邪常, 诸二成人, 于常计无常, 共成八道, 故于涅槃了意教中, 破比偏见, 而显说真常, 真乐, 真我真静, 如今一言背意, 以断灭无常, 即确定死常, 而错解佛之原妙最后威严, 纵揽千变, 有何所义, 情常忽然大悟, 说济云, 日守无常心, 佛说有常性, 不知方便者, 游春持实力, 我今不施功, 佛性而现前, 非施相授予, 我义无所得, 诗曰, 如今彻也, 移明至彻, 彻礼谢而退, 诗见诸宗难问, 显起恶心, 多吉作下, 敏而未曰, 学道之人, 一切善念恶念, 应当尽除, 无明可明, 明于自性, 无二之性, 是明实性, 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, 言下便需自见, 诸人文说, 总结作礼, 请示为师。 护法品第九, 神龙元年上元日, 则天中宗赵云, 朕请安秀二师, 宫中供养, 万机之侠, 每究一成, 二师吹让云, 南风有能禅师, 密授忍大师依法, 传佛心印, 可请笔问, 金浅内侍薛简, 迟赵迎请, 愿师慈念, 诉辅上经, 诗上表慈集, 愿中临路, 薛简曰, 经成禅德皆云, 御德会道, 必须坐禅习定, 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, 为之有也, 为审师所说法如何? 诗曰, 道由心物, 岂在作也, 经云, 若言如来若作若卧, 事行邪道, 何故,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, 无生无灭, 是如来清净禅, 诸法空尽, 是如来清净做, 究竟无证, 启方作也, 简曰, 弟子回京, 主上必问, 愿师慈悲指示心要, 传奏两功, 即经成学道者, 譬如一灯燃百千灯, 明者皆明, 明明无尽, 诗云, 道无明暗, 明暗是代谢之义, 明明无尽, 亦是有尽, 相待立明, 古静明京云, 法无有比, 无相待故, 简曰, 明欲智慧, 暗欲烦恼, 修道之人, 躺不以智慧照破烦恼, 无始生死, 平和出离, 诗曰, 烦恼既是菩提, 无二无别, 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, 此时二成见解, 杨禄等级, 上知大根, 西不如是, 简曰, 如何是大成见解, 诗曰, 明语无明, 凡夫见二, 智者了达, 其性无二, 无二之性, 即是实性, 实性者, 处凡于而不减, 待贤慎而不增, 助凡恼而不乱, 居禅定而不计, 不断不长, 不来不去, 不在中间及其内外, 不生不灭, 性相如如, 常住不迁, 明知曰道, 简曰, 诗曰不生不灭, 何以外道? 诗曰, 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, 将灭止生, 以生显灭, 灭由不灭, 生说不生, 我说不生不灭者, 本字无生, 今已不灭, 所以不同外道, 语若欲知心药, 但一切善恶, 都莫思量, 自然得入清净心体, 湛然尝寂, 妙用横杀, 简蒙指教, 豁然大悟, 李慈归阙, 表奏诗语, 其年九月三日, 有赵蒋玉诗曰, 诗词老吉, 为朕修道, 国之福田, 诗若静明, 脱吉皮也, 阐阳大成, 传诸佛心, 谈不二法, 削简传诗指寿如来之见, 朕机善于庆, 肃重善根, 直诗出世, 顿悟尚成, 赶河诗恩, 顶带无矣, 并奉摩纳加沙及水晶波, 赤韶州刺史, 修士似语, 刺师救居, 为国恩赐焉。 副主品第十, 诗, 一日换门人法海, 智诚, 法达, 神会, 智常, 智通, 智澈, 智道, 法真, 法如等约, 如等不同于人, 无灭度后, 各为一方师, 无今交辱说法, 不识本宗, 先须举三颗法门, 动用三十六对, 出没地理两边, 说一谢法莫离自性, 夫有人问如法, 出语尽双, 揭起对法, 来去相阴, 究竟二法尽除, 更无去处, 三颗法门者, 阴界入也, 阴是五阴, 色受响行时事也, 入是十二入, 外六尘, 各生相畏触法, 内六门, 掩耳鼻舌身意事也, 戒是十八戒, 六尘六门六十事也, 自性能含万法, 名含藏实, 若起思量, 即是转时, 生六十, 出六门, 见六尘, 如是一十八戒, 皆从自性启用, 自性若邪, 起十八邪, 自性若正, 起十八正, 若恶用, 即众生用, 善用, 即佛用, 用有何等, 由自性有, 对法歪境, 五情五对, 天与地对, 日与月对, 明与暗对, 阴与阳对, 水与火对, 此时五对也, 法相与言十二对, 于与法对, 有与无对, 有色与无色对, 有相与无相对, 有漏与无漏对, 色与空对, 动与静对, 轻与浊对, 胆与圣对, 僧与俗对, 大与小对, 此时十二对也, 自性启用十九对, 常与短对, 邪与正对, 痴与会对, 予与智对, 乱与定对, 子与独对, 戒与非对, 直与曲对, 实与虚对, 贤与平对, 烦恼与菩提对, 常与无常对, 悲与害对, 习与称对, 舍与谦对, 禁与退对, 生与灭对, 法身与色身对, 化身与暴身对, 此时十九对也。 实言, 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, 即道观一切经法, 出入即离两边, 自性动用, 供人言语, 外于相离相, 内于空离空, 若全着相, 即掌斜剑, 若全直空, 即掌无名, 直空之人有傍经, 直言不用文字, 即云不用文字, 人亦不合语言, 直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,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, 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, 见人所说, 便寄傍他严卓文字, 如等须知, 字迷有可, 又傍佛经, 不要傍经, 罪账无数, 若着相于外, 而作法求真, 或广力道场, 说有无知过患, 如是之人, 累劫不可坚信, 但听依法修行, 又莫百无不思, 而于道行至爱, 若听说不修, 令人反生邪念, 但依法修行, 无助向法师, 如等若误, 依此说, 依此用, 依此行, 依此作, 即不识本宗, 若有人问辱义, 问有将无对, 问无将有对, 问凡以圣对, 问圣以凡对, 二道相因, 生中道义, 如一问依对, 于问依依此作, 即不识理也, 是有人问, 何明为暗, 答云, 明是阴, 暗是缘, 明末则暗, 以明显暗, 以暗显明, 来去相因, 成中道义, 于问, 西皆如此, 如等于后传法, 依此转乡教授, 勿施宗旨, 诗于太极元年, 人子言和七月, 宁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, 乃令促功, 次年夏末落成, 七月一日, 集图众约, 无至八月, 玉离世间, 如等有疑, 早须相问, 未辱破疑, 令辱迷尽, 无若去后, 无人交辱, 法海等闻, 西皆惕气, 唯有神会, 神情不动, 亦无惕气, 诗云, 神会小失, 却得善不善等, 毁欲不动, 哀乐不生, 愚者不得, 数年山中, 静修何道, 如今悲气, 未忧恶谁, 若忧无不知去处, 无自知去处, 若无不知去处, 终不欲报于辱, 如等悲气, 盖为不知无去处, 若知无去处, 即不合悲气, 法性本无生灭去来, 如等近作, 无于辱说一计, 明曰真假动精计, 如等送取死计, 与无一同, 依此修行, 不失宗旨, 众僧作礼, 请师作祭, 祭曰, 一切无有真, 不以见于真, 若见于真者, 世间尽非真, 若能自有真, 理假即心真, 自心不理假, 无真何处真, 有情即解动, 无情即不动, 若修不动行, 同无情不动, 若密真不动, 动上有不动, 不动是不动, 无情无佛种, 能善分别相, 第一意不动, 但作如此见, 既是真如用, 报诸学道人, 努力虚用意, 莫于大成门, 却执生死至, 若言下相应, 既共论佛意, 若实不相应, 可掌令欢喜, 子宗本无争, 争计师道意, 直逆争法门, 自性入生死, 实, 图众文说既以, 普皆作礼, 并体师意, 各个设心, 依法修行, 更不敢争, 乃知大师不久诸事, 法海上座再拜问约, 和尚入灭之后, 依法当负和人, 施约, 无疑大凡此说法已至于今, 超路流行, 募约法宝谈经, 如等守护, 地相传授, 度诸群生, 但依此说, 事明正法, 今为如等说法, 不复其一, 该为如等性根纯熟, 决定无疑, 勘认大事, 然具先祖达摩大师, 复熟记忆, 依不合传, 既约, 无本来此土, 传法就迷情, 亦花开午夜, 结果自然成, 师父约, 诸善知识, 如等各个静心, 听无说法, 若欲成就种志, 须达一相三昧, 一行三昧, 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, 依比相中不生赠爱, 亦无取舍, 不念利益成坏等事, 安闲田径, 虚荣淡薄, 此名一相三昧, 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, 纯一执心, 不动道场, 真诚净土, 此名一行三昧, 若人俱二三昧, 如地有种, 寒藏长仧, 成熟其时, 一相一行, 亦复如是, 我今说法, 犹如实语, 普润大地, 如等佛性, 辟诸种子, 一字粘洽, 西结发生, 诚无执者, 觉获菩提, 一无行者, 定正妙果, 听无济曰, 心地寒诸种, 普与西结蒙, 顿悟花情矣, 菩提果自成, 诗说既已, 曰, 其法无二, 其心亦然, 其道清静, 亦无诸相, 如等慎悟观静, 其空其心, 此心本静, 无可取舍, 各自努力, 随言好去, 耳时, 徒众作礼而退, 大师七月八日, 不为门人曰, 不欲归新周, 如等宿礼周集, 大众哀流甚间, 诗曰, 诸佛出现, 犹是涅槃, 有来必去, 礼仪常然, 无此行孩, 归必有所, 众曰, 诗从此去, 早晚可回, 诗曰, 夜落归根, 来时无口, 又问曰, 正法掩藏, 传父何人, 诗曰, 有道者得, 无心者通, 曰, 为之从上佛祖映现以来, 传授几代, 愿垂开世, 诗云, 古佛应世, 以无数量不可计也, 今以欺佛为始, 过去庄严结, 琵婆施佛, 施弃佛, 匹舍佛佛, 金贤杰居留孙佛, 居纳含摩尼佛, 家业佛, 释迦文佛, 释为妻佛, 释迦文佛手传摩合家业尊者, 第二, 阿南尊者, 第三, 商纳和修尊者, 第四, 幽婆居多尊者, 第五, 提多家尊者, 第六, 弥哲家尊者, 第七, 婆须密多尊者, 第八, 佛陀南提尊者, 第九, 福陀密多尊者, 第十, 邪尊者, 第十一, 富拿叶奢尊者, 第十二, 马明大士, 第十三, 家皮摩罗尊者, 第十四, 龙树大士, 第十五, 加纳提婆尊者, 第十六, 罗侯罗多尊者, 第十七, 增茄南提尊者, 第十八, 茄耶舍多尊者, 第十九, 揪摩罗多尊者, 第二十, 摄耶多尊者, 第二十一, 婆修盘头尊者, 第二十二, 摩拿罗尊者, 第二十三, 克罗纳尊者, 第二十四, 师师尊者, 第二十五, 婆舍斯多尊者, 第二十六, 布鲁弥多尊者, 第二十七, 般若多罗尊者, 第二十八, 菩提达摩尊者, 第二十九, 惠可大师, 第三十, 僧灿大师, 第三十一, 道信大师, 第三十二, 轰忍大师, 惠能视为三十三祖, 从上诸祖各有秉承, 如等向后地带流传, 无令乖物, 又问, 此后吾有难否, 师曰, 吾灭后五六年, 当有一人, 欲取无首, 听吾衬曰, 头上养亲, 口里虚餐, 欲满之难, 养柳为官, 大师新天二年, 鬼丑岁, 八月初三日, 世年十二月, 改元开元, 于国恩寺斋坝, 为诸徒众曰, 如等各衣畏作, 无语辱别, 法海白言, 和尚留和教法, 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, 诗言, 如等地听, 后代迷人, 若识众生, 既是佛性, 若不识众生, 慢截密佛难逢, 无今交辱时自信众生, 嫌自信佛性, 欲求见佛, 但识众生, 只为众生弥佛, 非是佛迷众生, 自信若物, 众生是佛, 自信若迷, 佛是众生, 自信平等, 众生是佛, 自信邪显, 佛是众生, 如等心若显取, 既佛在众生中, 依念平直, 既是众生成佛, 我心自有佛, 自佛是真佛, 自若无佛心, 何处求真佛, 如等自信是佛, 更莫浮疑, 外无一物而能建立, 皆是本心生万种法, 故经云, 心生种种法生, 心灭种种法灭, 无今流一记, 于如等别, 明自信真佛记, 后代之人, 使此记忆, 自见本心, 自成佛道, 既曰, 真如自信是真佛, 协见三独是魔王, 协谜知识魔在舍, 正见知识佛在堂, 性中协见三独生, 既是魔王来助舍, 正见自除三独心, 魔变成佛真无假, 法身报身即化身, 三身本来是一身, 若向性中能自见, 既是成佛菩提音, 本从化身生净性, 净性常在化身中, 性使化身行正道, 当来圆满真无穷, 银性本是净性因, 除银即是净性深, 性中各自离五欲, 见性刹那即是真, 今生若欲顿教门, 呼吁自性见世尊, 若欲修行密作佛, 不知何处你求真, 若能心中自见真, 有真即是成佛因, 不见自性外密佛, 起心总是大持人, 顿教法门今已留, 就度世人须自修, 抱辱当来学道者, 不作此见大悠悠, 诗说记忆, 告曰, 如等好住, 无灭度后, 莫作事情悲弃与泪, 受人调问, 身着孝福, 非无弟子, 亦非正法, 但识自本心, 见自本性, 无动无静, 无生无灭, 无趣无来, 无是无非, 无助无往, 哄如等心迷, 不会无义, 今在诸辱, 令辱见性, 无灭度后, 依此修行, 如无在日, 若为无教, 纵无在事, 亦无有义, 复说记曰, 勿无不修善, 腾腾不造恶, 记记断剑文, 荡荡心无浊, 诗说记矣, 端坐纸三更, 呼卫门人曰, 无形矣, 俨然谦话, 于时, 异乡满始, 白红蜀地, 林木变白, 禽寿哀鸣, 十一月, 广烧新三郡, 官僚记门人僧俗, 征营真身, 莫绝所知, 乃焚香岛曰, 香烟止处, 诗所归焉, 时香烟直观曹西, 十一月十三日, 千神刊并所传一波而回, 自年七月二十五日出刊, 弟子方便, 以香泥上知, 门人意念取首之计, 遂先以铁叶七步, 顾护诗境入塔, 呼于塔内, 白光出现, 直上冲天, 三日使散, 勺舟奏文, 凤吃力杯, 济诗道行, 诗春秋七时有六, 年二十四传一, 三世九住法, 说法历生三世七载, 得指四法者四十三人, 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, 达摩所传信一, 中宗策摩纳宝波, 即方便素诗真相, 并道具等, 主塔诗者诗之, 永镇宝林道场, 流传谈经, 以显宗旨, 兴隆三宝, 普利群生者,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, 曹西原本卷中道德网站提供东方阳西公送。